台灣歸道 過勞之島 在11月24日的當晚 恐怕要加上一個新的稱號 恐童之島 雖不好聽 卻恐怕是事實 對艾加盟他們錯了票 他們錯了筆 他們故意用文字遊戲回聊大宗 獲得了很多 他們原本根本不應該得到的選票 但我們算他們厲害一點 讓他們能夠靠這些花招得來額外三分之一的票好 但可悲又可怕即使是如此 直接需要他們三分之一的票數 也還是比支持同志的人們多得多 我們差不多該面對現實 世界不只有網路 我們待在同溫成年太久太久了 而台灣實際上就是一座恐童之島 恐童人數就是比我們還要多 當我看到那些企劃 說什麼 以後限制50歲以上的人不准投票 這個幹話 冷靜下來的我開始感到反感 雖然11月24號那天 我也不是什麼冷靜的人 在麥克風前又哭又笑又罵幹 那之後冷靜下來之後 我們思考一下 你們能做什麼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個隨處可見的異星奶奶 或許有人會認為我這個局外人評審是首花角 如果這麼認為的話 以下的話我建議你們可以建議不用聽下去 因為我就是認為自己得出來說幾句話才會在這裡錄影片 那麼說一下我對最新同意的觀看 首先是為什麼 為什麼他喵的 為什麼大眾對連署如此連打 起步原因晚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我老實說 台灣大眾不不能認識同志十幾年的時間 至少他們 我認識了不少人他們都不太關心自己的 這是奇異 他們他喵的完全不關心你 他們只關心自己 這是事實 任何人都不可能無條件之死 自己沒有關係之類 這是人性和挫之友 其二 為什麼會聽說一件事就是有志公函的 只要你不參與連署 你就等同於互加工之類的 是棒凶 這樣的話 難道可以獲得更多連署嗎 這可能是情急之下的話 但是這種話一旦流傳來 對運動的整體形象都是傷害的 都是有所傷害的 是顯而易前 實際上 他已經流傳開來 我也認為這些話對運動造成了直接的傷害 因為這是什麼 這是道德綁架 你想想 當每個人 下班走在路上都已經很疲倦了 加班加到反胃小兔 沒有體力 頭與腦脹 快碰上一個人 難度要你連署東連署西了 不論議題是什麼 恐怕都沒有人願意仔細聽吧 所以我沒有參與連署 因為我是很 太累 當天太累 即使我對同運和婚姻平權 是表達知識太多了 但每天上班 10個小時左右 回到家根本就沒有提議思考這些事情 這篇文章還是請休假的時候才知道 沒有忘記台灣 不是過勞之道啊 不是每個人 拒絕連署的人 都恐恐反痛 不是把話說成那個樣子 真的不要怪罪人家不開心 因為你們把人都罵跑了 有誰還願意支持你 在11月24號那天後 我聽到一名志工的話 那名志工他告訴我們 這樣子的格票人其實已經很好了 我們最大的敵人 不是宗教團體 不是保守勢力 而是時間 因為投資亞反對票 人真的反途 不見得 他都問其實根本都沒搞清楚狀況 他一提什麼 就覺得不投白不投了 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 到底做了什麼 對 時間 時間那才是最大的敵人 以上 轉述他的話 現在可是繼續講不想說的話 時間 也讓人冷靜 而我冷靜下來之後 我們 其實可以看到 有許多堪稱豬隊 的選擇 我點題一下 就是那些穿的屌套們就上著了 那些只穿的內衣內褲的人 我真的很想說請回家 之後再這麼穿 那些想只穿的泳褲的人 麻煩你們去海邊 而那些 哪個絲襪套老二的上街 麻煩你們滾出隊 我看了同運這麼多年 我真的很想這麼說 這些人其實都是 不擇不扣的豬隊 你要認識 同志才十幾年的 台灣大眾接受 接受這群人 你要大眾接送他們嗎 你覺得可能嗎 我都不能接受 最後一種我都不能接受 我內衣和 永孤還勉強 是 那種絲襪套的屌 都上街 我所認識的所有同志朋友 沒有任何人那樣子穿的 我認識所有奇裝異服的人 都分得清楚 妨礙風化和奇裝異服的差別 我也知道同志之中 有不少人在歸勸這些行為 而且每年都在歸勸 但目前看來是無效 有一個殘酷的事實是 一個人對一個陌生族群的認識 主要印象往往來自於那些 帶給他們印象最差的一群人 卻在理智上知道的不是這個樣子 就像是同運團體 或是我們這些人看來 奇俗圖和附加盟那些渣渣都沒什麼兩樣一樣 阿機關理智上我們知道不是這個樣子 阿機關理智上我們知道不是這個樣子 阿卻還是很容易被誘導 就是人性的裸點 實際上那些長輩們不也被誘導嗎 所以今天的投票結果是這個樣子 我有認識同志的朋友 所以我不會因為一小撮的人的行為 而去犧牲掉多數人的權利 但那些一生中都覺得自己不會接觸 甚至真的不曾接觸同志的人 那麼會不會因為那一小撮就把整體 看成了那一小撮的人同樣呢 你對你或許會說這樣不公平 為什麼異性戀就要被當成預設者 而同志就要被當成族群砍檔 對超級不公平 但就是因為不公平才要爭取平權不是嗎 我只能說想展現智我們要一起奔進場 同意的目的是讓大眾主要主導同志這個群體 而不是你個人的群體 麻煩不要再為了展現個人去摧毀群體 這些人家進隊伍裡面不只某焦點 一個反對派不少操弄意識的實力點 獲得支持的正確方法 應該是要強調同志們和異性戀的共同點 而不是替那些屌套脫序行為的變化 居然是將異性戀試歸其一個群體 異性戀這個群體也不會放任自己當中的犯罪者 或是百明會傷害他人的分子去展現自己吧 要不然罪犯這個詞怎麼來的 啊渣男這個詞又怎麼來的 呃其他人對這些屌套們一再退讓對運動一點幫助都沒有 被那些屌套綁架受到罵名的好人們是要怎麼辦 反面再被那些屌套們站著的七七八八 啊其他人反面呢 很殘酷的是實際上沒有什麼權利是一概 任何權利都是爭取的 啊當我查過那些屌套團體的事情後 我發現那些屌套們不是裸體運動人 也不是在路頭解放 根本就沒有裸聖的必要性 也不是為了公平正義而奮鬥 啊屌套們就只是屌套而已 啊屌套們只是認為自己 我想幹啥就幹啥 強迫所有人接受自己信仰的二子團體罷了 啊和附加盟這類團體 同樣是隱形意念之中的二子團體 啊性質可能還更惡力 啊還有妨礙風化的血液 啊就如同附加盟、愛加盟 這些團體只是共同白痴一樣 啊屌套們也不是什麼好傢伙 只是屌套吧 啊什麼娛樂用料啊 什麼未成年性交褚粹話啊 什麼HIV 不用告訴家人朋友無所謂 我真的很想說都是屍屍酸 所以我今天說這些話不是要 同志們你們捨棋同伴 只是 讓你這些人 讓他們這些人 你們討厭我們也討厭人們 直接面對他們英勇 他們英格的跑步 拜託不要再提他們彈 拿出切割刀吧 把他們切割開來 真的不要再被倒鐵掉 他們綁架 不要再被那些後援獎 綁架 規勸無效的話 就事後發表聲明 表示不支持這種行為吧 至少要讓大眾看到 你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 其實這篇文章 我是看到一篇新聞之後 才先開始寫 然後寫一寫越來越好聽 寫完之後有沒有要拿去錄影 啊但最近實在太忙沒時間了 所以現在才錄影 時間其實有點晚 那一則新聞就是有關於 互加盟主黨的事 我就用這件事當結尾吧 老實說這種政黨當權 台灣根本是會變成 沙烏地阿拉伯那樣的宗教國家 啊對了對了 裡面還有一則聲明是最好笑的 我唸給大家聽聽 反同作戰互盟友 互加盟 好難唸 反同作戰盟友 互加真心聯盟 隨其發文表示 通姦在異性戀之間是正常行為 同性戀就是不正常 本聯盟支持我們的夥伴 張手藝先生 確實有過通姦行為 對象還有待去的 可能超乎一起 但就算這樣又如何 張手藝先生是為上帝 和其他女人多生幾個小孩 聖經裡有說 女人本來就應該生子 有問題的是那些無法 生子的同性戀 單親 不孕症 不婚者 應該為這些人都立專法 不能動為我們國家 幫 念不下去 不能動為我們幫國家 復旨 的族群的法律 歧視不可恥 歧視大聲說 我看完這一段聲明 我實在是 很像英文那句話 我從未見過如此厚言無恥之人 嘖 女人就該生子 歐 歐 這根本就從未恐童啊 現在連專法都不想給力了 他們何時才會誠實說出來 他們其實想要殺光所有他們 不合他們標準的人 大家是該大小時候 真的想說 這麼想生子的話 套一句於我朋友講過嗎 他張手衣 為什麼不用鋼門生子 謝謝大家 我不是炸彈 我是鐵錘 我是Naomis 各位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